教一下我的麥克風 因為早兩天曾經耍聲 所以擔心沒甚麼聲氣 各位 我們今天繼續講同一個課題 是講莊子字錄編 字錄編呢 過去那兩次就盡量講完有關的背景資料 莊子的背景資料 寫作上的背景資料 基本上跟大家幾次提過一下大概的程序 今天直接在貨文那裏跟大家交代 希望將後面那四段貨文 即是這一頁貨文的全部 今天全部完成了它 首先我們看第四小節 你們的第三頁 第四小節呢 第一 即是最上面那部分 那 中子呢 每寫一段文章 它總有一種不同的體裁 不同的命題在那裏 對於智樂的風點 對智樂的風點 怎樣可以智樂呢 它強調就是無謂可以達到智樂 以前我們那兩個 就是盡量將這一點 莊子的精神已經發揮了 我們現在看它第四段 因為第三段呢 第二段的時候 它開始講莊子妻死的那段 開始利用它的寫作方法 就用語言的方法 就借著一個故事 一個發生了的事情 來透過這個故事的過程 表達它的那種見解 因為利用這個 莊子妻死這一件事 就引申出 對人生生與死的問題 就是一個論調 由於在這個論調裏 它又帶出假承的人文 支離粟 以及滑介粟 即是我們有很多其他的著音 就是不介 但是我們廣東的話 我以前講大家 講先秦的散文的時候 滑溪的主要已經講了 我們在粵語裏 就讀滑字就沒問題 不一定要讀骨字 就很多古文的主音 都讀骨字 有了支離粟或介粟 那個假設人物的故事 強調生死是一瞬間的事 是自然的現象 是等於天地間的春夏秋冬 甚至看他太太的死 亦都是一件很尋常的事 亦都是朝晚巡邁不適的自然現象 一樣 亦都是一年四季 不斷作息的現象一樣 所以他講了這兩點之後 現在講第三個論點了 就提出他自己這次去楚國 去楚國中途就見了一個 呼嚨頭 呼嚨骨 我們廣東話就叫呼嚨頭 呼嚨是骨字 那個是獨孤 不是獨孤 嚨就是一個姓嚨的嚨 叫呼嚨 但是這個呢 我們就在文字上這個古文裡面用的 就讀音是讀獨瓏 讀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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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現在那些讀瓏的發音一樣 就是那些 我們說 這個讀瓏 這個讀瓏 是讀瓏 那我們在語訊裡面就用 呼嚨頭 這個讀瓏 這個是讀瓏 讀瓏 這個是讀瓏 讀瓏 這個是讀瓏 那他就 莊主就在去楚國的時候 就見了一個這樣的呼嚨頭 這個呼嚨頭已經是乾脫了 已經是只有一個骨的形狀在裡 因為看到那個呼嚨頭的時候 他就產生了一種異象出來 這段就寫他第二間感觸到的異象 他就問那個呼嚨頭很多東西 你為什麼變成這樣 既然你變成這樣的時候 你一定有過你那個生活的背景 他一直追問 追問之下 呼嚨頭沒有馬上回答他 他就抓一個呼嚨頭做枕頭 拿來睡覺 睡到半夜 這個呼嚨頭就發個報夢給他聽 就解釋給他聽 生死那種重點 生死那個道理 就用呼嚨頭的夢境 來講述 所謂人生的一生一死 那種得與失 好與不好 就有一種論斷在那裡 這個論斷當然 他又強調什麼呢 強調有事的 死了還好過生 就是在莊主的論點裡 他用另一個方法 反正人生裏面 很多事情 他認為是很不正常 很不合理 就因為違反了自然 只有死 可以擺脫這些束縛 這種不自然的東西 他就利用這個論點 來寫這段小文 功夫您好 我們現在就開始讀一讀課文 好 莊子知曹 健康督禄 督禄 謠然有形 激以馬隨 因而問之藥 扶子貪生失禮 而為此苦 扶子貪生失禮 而為此苦 張子有王國之事 扶月之珠 而為此苦 扶月之珠 張子有不善之幸 張子有不善之幸 偉為父母妻子之醜 而為此苦 偉為父母妻子之醜 而為此苦 張子有共衰之患 而為此苦 張子有共衰之患 張子有共衰之患 為此苦 張子之春秋故 及此苦 張子之春秋故 於是雨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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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沿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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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 女同事 我們不緊要 即是我們要習慣了 先讀了一次 不管那個發音 要不要 沒有問題的 因為古文堂 現代的發音 有很多很大的距離 大家也不是經常接觸 顧問的事 我現在 一路解釋 一路把那個煙杯讀的音 讀大家講一講 莊子之楚 莊子就是去楚國 知就去 見空讀柳 看到 這個是讀見 不要讀言 有些常合讀 讀言 發言 讀夢 下面 發言 這個就見了 他說 第一身單獨 看到這件事 就見到一個 在途中 見到那個 或者是 旅居的地方 在停留的地方 見到那個 空的 呼流骨 呼流骨 我們是廣東話 這句 謠言有形 可以讀 謠言有形 也可以讀 因為古文的版本 有很多的發音 這個 通常 我們高校會的老師 就讀謠言有形 就讀謠言有形 讀謠旁邊的音 就很乾脆地保持原油的形狀在那裡 有那個 呼骨的樣子在那裡 激耳馬錘 這個就是跟 旁敲側激 跟我們手指下面 一個手指的激一月亮 那個打激的激一月亮 他用旁邊的一條馬 馬錘 這個錘 就是馬的邊 拿來騎馬的時候 一定有一條馬邊 來指揮他 利用那條馬邊 在旁邊 撥一撥它 敲一下這個呼腦骨 因此問之 跟著 就問這個頭骨 這個就讀夫子 不是符子 這個 夫子就尊稱他 尊稱這個頭骨 夫子貪心不失利 那個閣下 你是不是在生的時候 因為貪圖 生命 貪圖 有生思念 那種 或者享受 或者貪戀生活 生活 失卻你的理智 令到你 涵入困境 或者涵入 那種 擺脫不了 那種 生活的困難 而送失了生命 你貪生 你貪生 有很多 為了生存 掙扎 亦都可以失卻生命 有時候 為了生存 為了利益 貪圖的享受 亦都失卻生命 所以是否為了貪圖 有些 生活上的事 令到你失卻生命 呢 張忍 亦之事 苦如之災 之之 以為之苦 那 跟著到這個章字了 這個章字呢 就 是一個特別用詞 假設上的一個詞 我們知道章 我們公常講的章外 或者講未發生的事情 章外 或者拿過來 章外也有 章近 接近 也有 但是這裏用的章字呢 就 假定性的 抑或 這樣的意思 那裏 他連續用了幾句章字 每一句的頭 用章字來看頭 就是假設性的問題 所以他說 章主有黃鳳之樹 苦如之災 苦如之諸 苦如之諸 而為之苦 你或者 各下你 就 因爲 因爲 國家 福亡 受到 打仗 戰爭的事情 遭遇到 那些斬殺 使得你 喪失生命 摘出頭顱 出來 苦如 就是兩種武器 苦病 和一種大的 有病的 高那類的東西 用來斬殺 苦如之諸 是一種武器 撞遇到這些 所謂 戰爭 戰爛的時候 失弱了生命 令到你 是這樣的 章主有不善之行 愧為父母 妻子之仇 而為此父 這裏 又是 抑惑你 各下 有不善之行 你讀行 也可以 讀行 都可以 這裏 就不一定 指明是特行 可能他的行為 不是那麽正常 那麽正常 就是有不善之行 不妥當的舉動 不妥當的行為 去做些奸犯科 做些失禮家人的事 做些不正 不合乎 禮制的事 或者不合乎法制的事 不合乎常識的事 不合乎人倫的事 令到父母 妻子都蒙羞的 那種情況之下 喪失了生命 是不是 或者被人殺死 或者自殺死了 都不定 那一刻你是否因為這樣 死了 要是靠骨頭在那裏 再追問下去 章主 章主有動女之患 這個女子 就是 餓死的女 那是否因為 冷真餓死的災難 令到你死了 成什麽孤立骨 而為主婦 做成這樣 章主有春秋固及主婦 章主的春秋固及主婦 是否因為年紀大了 長命 很久了 長受了很久了 已經到相當年多了 及事後 亦都結束生命了 是否在這樣的情況下 來了解了生命呢 是否那時候 或者病死 或者是很污治的 放出生命 剩下頭顱在那裏呢 那就是英雄中英 連續 幾個問號問他 問這個頭顱 莊子 問完之後 這些是假設性的故事 莊子便問完一輪之後 於是 乳粥,粥就完了,冰粥的粥,即是圓裂 問完了,換毒瘤枕鹽 拉個苦流骨過來當飲頭那塊膠 他在途中見到苦流頭 我們再看第二段 夜半督樓,督樓見夢揚 子之行者,此便是 是子之言,皆生人之類也 死則無恥意,子欲問死之孫苦 莊子若然,獨留藥 死無君於上無神於下 亦無四時之事 從而以天地為春秋 雖南緣黃樂不能過也 莊子不信藥,不使使命復生子刑 為子骨肉肌膚,反子父母妻子 復理,知識,子欲之苦 督樓心疼斥押藥 督樓心疼斥押藥 不安能氣南面黃樂 不安能氣南面黃樂 而復為人間之勞苦 以復為人間之勞苦 好,我們大家讀 沒所謂的那個字 未曾知道 古音讀,很行 我們經過讀一讀 每一部書都有著印象 大家聽過的時候 比較容易進一步去理解 夜半讀樓言夢揚 這個就是讀宴的 這個建字 半分到半夜的時候裝置 這個俘虜頭就報夢給他聽 在夢裏面出現 至於談者指便是 郭霞里說的事 剛才你貴教之前 說的事,問我的事 好像一個很懂得辯論的 那些所謂的士人 戰國時代很流行 有一種人到處去做稅客 到處去利用口才 去說服那些諸侯 接納他的見解 那些叫做忠孟家 很多時候都發揮了他們的才幹 這種也是辯事 這裏所說的是一種善於辯論的人 他一直連一條氣地問他 那個頭筆就說 事此所言 我看你所說的 問我的事 皆生人之類也 這些全都是有生命的人 在生於世的人 負類的事 死則無處意 死了這些麻煩事就沒有了 這個頭筆跟他過夢 死了之後這些麻煩事 這些問題是沒有的 不成問題 不用擔心 這些是生人的負類 朱玉民隨之說說 你想不想聽死的那種說詞呢 死的那種狀態呢 你想不想聽呢 莊主若 艷 好啊 我很想聽啊 獨立若 死 無骨於上 無神於下 亦無四時之事 忠言以天地為春秋 這個重讀的忠主 忠言以天地為春秋 雖南面亡浪 不能過也 這個肉柳跟著說 你想聽死的那種道理嗎 死的那種狀況嗎 死了啊 爽得極啊 上面就沒有人在管著我 管著自己 啊 低下一層呢 就沒有一班那樣的大臣啊 太監啊 那些在那裡左右著你 是吧 在那裡囉嗦你 那 自然界裡面 又沒有四時 春夏秋冬那樣的 啊 所謂韓史啊 啊 那些來來往往不同的季節 來影響你 沒有這些 沒有這些東西了 死了之後 啊 啊 忠言我自由住在地 以天地為春秋 和天地一齊 所謂春秋一年的代表詞 所謂夏朝以前呢 都是以春秋兩季 作為一年的代表詞 總之以那個年份 啊 我們長期生活在這種宇宙 和宇宙的往來之間 一樣常相生活 不用擔心 當天又到 秋天又到 秋天又到 夏天又熱之類 完全沒有韓來小王這些壓力在那裡 哇 我覺得 死呢 更爽過 南面青王 南面青王呢 那時候是 坐北向南呢 是一個尊貴的位 所以以前那些領埔者或者統治者呢 他就是面向南面來坐 他所謂南面青王 就作為南面王 就統治那種威嚴 表示自己那種精神 那種威嚴 他就一直以南面青王呢 叫做主委來的了 向南坐的 他說死了呢 就算你南面青王那些 之後的王啊 或者是 這個大王 周親的大王啊 什麼都好呢 都說不過也 都穿不過我們死了這麼爽啊 死了更爽啊 啊 就沒有了這些 那個束縛沒有了壓力 莊子不信 那當時莊子說 哎呀我不信啊 那我思考了 嗯 使師命復生之刑 我叫那些主理生命的神子 來到 令到你恢復關你的形態 而你的形狀 為止骨肉肌膚 和你生骨肉啊 皮膚啊肌肉出來 反子父母妻子 找回你父母妻子 找回你身邊 啊 雷你知識 這個知識呢 就不是說 我們講的那個 那句知識 這個知識呢 就是雙熟的人這樣解釋 啊 隔壁倫社和你那些私相交的朋友 我和你找回那些隔壁倫社啊 你那些雙熟的人啊 那些老友啊 回來 反子父母親子 我找回你父母親子 回回你身邊 還有那些雙熟的人啊 還有那些雙熟的人 回回你身邊 主獄之虎 你想不想啊 你想不想這樣啊 好了 這個頭骨啊 這個讀柳呢 就針憑斥壓 或者讀斥 或者讀斥 這個字呢 單獨用的時候呢 有時候是讀斥字 但是呢 很多時候連貫用的時候呢 就讀斥 因為它這個字呢 就同這個 這個 這個 後來後期這個字啊 這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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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通用了的 所以呢 有時候它讀斥 又可以 讀斥也可以 啊 那我們 在這個讀斥的話呢 就 一樣可以通的 那麼 針憑 粥壓 但是 這個就有多少問題了 它既然沒有 沒有肌肉了 就何來 就紋呢 啊 它怎樣 那樣 那樣 那個額出來 有些 表態呢 那樣 那樣 就不必深究 因為只是文字上 那種表達 它的裝紙 但是裝紙呢 呢 對於這個 瓶字呢 的運用呢 它就好 很多篇 都有 這個字用的 它 因為它用這個字呢 就 它在天魂篇裏面呢 就用了一個故事 很出名的 這個就是 西斯 啊 這個 並深而斥 而促壓 這個故事呢 令到呢 殯尾促壓 這個故事呢 令到它就用了這個 這個笨字 啊 那麼後來呢 這個笨字 就讀了一個 瓶的 拿到微心 其實呢 它原底的文字呢 這個 這個牙字呢 就用這個 安字 做一個 二字的 這個字呢 就是 眉深 根本就是這個位 由頭髮至眉 然後叫做牙的 但是這個字呢 都有分別的 有這個 這個讀過牙 讀過牙字 那個讀過牙字 嚇著誰讀過牙 這個讀過牙 但是這個字很少用的 現在 那個安字的字 現在全部歸在牙 牙頭的牙 啊 所以呢 就深憑赤牙 你可以用那個牙字 但是我印給大家 可能也用回我 安字邊那個字 也不出奇的 這裡有沒有用安字邊 我又不記得了 這個字呢 舊字古音讀 就是微心 就有所不同的 因為微心對上就是牙 眉髮下面到眼眉叫做牙 就是牙頭 這個就是微心 噴 噴的時候摩著微心 那時候古文分得很清楚 這些東西 很細微的部分 但是後來這些文字 一路演變一路多容了各方面的時候呢 就歸類了 差不多用回這個牙字代替了的 有些版本也都用過牙字深憑赤牙 所以這個牙字呢 在莊子呢 就用過 在天雲篇呢 故事影響 因為影響很大 所以我又跟大家提一提 它在天雲篇裡面呢 就說西子病心而憑而理 其理之醜人見而美之 歸而本其心而憑其理 其理之婦人見之 堅廢門而不偷 憑人見之 揭淒於而去走 彼之笨美而不知笨之所以美 這裏解釋了一個道理就是 有一個很出名的美女西子 她有心病的 有一天她掩著她的身 她在我家裡掩著她的身 那旁邊那個女仔 那個醜樣的女仔 見她 這樣掩著她的身 拿著眉心 哇 那些人說她漂亮 那她回來 她就學她 她就不是心有痛 她就 又出眉頭 隨街走 哇 那些人見到她呢 快點浪漫 那些人家的人見到她呢 快點帶著小女兒 快點走啊 快點走呀 快點了 快點 transportation 那怎樣 寫完一段故事出來呢 его目的是 他只知道 那要作用的眉頭 漂亮 他也不知道 為何要擦這眉頭 是漂亮呢 就是 الذي要擦 他就搞不清楚這關事 後世就引申了你自己本身不是這樣的質疑材料的人 你去做這樣的材料的事就識得其反 在哲理上的見解就是這樣就識得其反 但效果更建議臭 我們有一個成語叫東思效盆 東思效盆原來出典就是那種莊子 但當時莊子那邊就沒有說東思那兩個字 只是西子和醜女是兩個人 這個故事傳開之後 就一輪到唐朝都很盛行 就不是叫東思效益 只是覺得有個西詩曾經有過這個故事 令到那些醜的女性就模仿她學她 就出了這些醜事出來 直到唐朝王維寫了一首詩叫西詩詠 就更加發揚光大了 這個故事 《驗釋天下眾》西詩零九尾那首詩 大家都在唐朝王維寫過了 《朝為月稽女無作無功非》 《漸日許時眾貴來風欲》 《軍寵一凋態》 《軍言無是非》 《當時軟沙伴莫得同居歸》 《詞謝倫家主》 《孝貧安可欲》 就用這個文字 就變成了《孝貧》的詞就出來了 你學她這樣來 想影響別人對你的觀感 不是那麼容易 你有具味、你有理智 條件才可以的 這個條件出來之後 後來直至宋朝 有一本書專門講山川風雲的記錄 然後將這個村裡 有東詩、西詩這兩年專門記錄出來 然後就開始正式在宋朝後期 那些詩人直接用東詩那個字 就是東詩校牌的成語 正式擺上來那個成語裡面 但是已經在唐朝的時候 王偉已經將它發言得很出名 但是總之我們知道 連這個東詩校牌這個出點 都是那種莊主來的 都不少入這個詩 而他現在這段短文裡面 就是呼嚕頭用了一個瓶字 心瓶粋壓或者心瓶粋壓 這個詩出來了 我們繼續 他說 他現在說 心瓶粋壓 他說 我就這個眉頭 覺得很難為情 莊子說 我叫上天安排你 那些神靈安排你的骨落肌膚 看著你父母兄弟在你身邊 親戚朋友重新見面 你滿不滿意 你想不想再做人 他很苦惱 這個唐軍 打開過了 覺得很苦惱 不滿人氣 南面黃絡 而撲毀人間老虎 我有什麼理由 再放棄這個更爽 南面清狼那種樂趣那種 那種現狀 放棄了他 你都再進去人世來捱世界呢 你受容苦呢 由於這一段說話 莊主就給別人有些誤解 即是說他是一種現世 或者是那種死亡 但其實他也有些人這樣說 即是說 以死來到反正心的被威人 令到真的悲哀更悲 其哀更哀 即是有些人就說 即是說 用這樣反正呢 以那個力量更加深入 這樣去解釋 我們一定的雜誌是 講到這裡先 我們講第五段 第五小節 促了整段嗎 促了整段嗎 促了整段 促了整段 明天也教 Ol說 衝 ей 促園東之齊 孔子又休息 只說薦 那師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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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不如延寐 當 Thoserine 交往今到天 以及 ROB Otherwise 其他人 這師傑 識者,管子有言,憂甚善之 識者,管子有言,憂甚之 若處小者,不可以懷大 耿短者,不可以吸心 扶若是者 扶若是者,以為命有所成,仍有所釋也 扶不可選益 吳恐會與齊厚言,遙信皇帝之道 吳恐會與齊厚言,遙信皇帝之道 而從以碎人,神龍之縣 比張外求於己,而不得 不得則惑,人惑,則死 且與獨不問野 識者,管子於老教 老侯欲而相之於廟 老侯欲而相之於廟 奏久曉已為樂 奏久曉已為樂 不敢喝一杯三日而死 此以己養養了也,非以了養養了也 此以養養了也,非以養養了也 此以養養了也,歸之心臨 遊之壇樂,浮之江湖 遊之壇樂,浮之江湖 字之秋調,隨行列而止 以侍藉 lament别而处 毁疑而处 义违人闻之恶闻 是以辅rav era为苦 谈辙久潮之乐 将之洞庭之野 了民之而非,寿民之而走 愚民之而下入 人出民之,相与还观之 愚处水而生,愚处水而死 愚处水而生,愚处水而死 故必相与意其好乎意也 故先性不一其能,不痛其是 明主于实,愚切于息,事之为调达而福祉 愚处水而生,愚处水而生 好,谢谢 我们第五小段就是说 岩渊东之齐 岩渊是孔子的学生 很出名的一位学生 他永远都很得,现在的那种正式的那种道德行为 很受孔子的欣赏 这个学生亦都很出色的一个孔子学生 这段书是由另外一个方式来写 带上一段用一种假设性的 用一个独留 用一个闻望的独留 来讲死和生的那种道理 这段就是另一个角度 就讲自然与不自然的道理 就愚合勉强要一些生物 一些人去做某些东西 是完全不合当的 但他这个就不用自己来一声说 这就把孔子拉过来 他写作的方式有预言 寄托一些事物 写一些故事 来表达他的见解 也有所谓 是从而将上代人 或者当代的姓言 出名的有分量的人的见解 拉入自己的见解里面 将他写成一种假设性的故事 这段都是假设性的故事 孔子未必有这样说 也未必发生了这段对话 但是所有的人民 包括孔子 管子 管子就是管仲 很出名的春秋时代的大夫 顴冤子 顴冤子共 这一班人 个个都放上桌 他利用这种知名的人 表达了他的思维 他想的东西 混成一种故事性表达的方式 首先我们改正一个字 就是第六行 这个第五小字的第六行 巨胎路以为善 善字是一个玉字边的 即是一个玉字边 即是善食的善二粒 这个是没有那个善 因为这个很大分别 虽然股迷里面有时可以共用 但是这个都要加回个六字边好些 他说善冤冬之齐 他就假设这个故事 他说善冤孔子学生 就准备向东去齐国 可能由老国去齐国 都是从东边去的 孔子就有休息 他说孔子听到说善冤 善冤的名字善冤 善冤去齐国出差 有任务 孔子又好像很担忧 另外一个学生是主供 这个主供也是孔子一个很出色的学生 孔子死了的时候所有学生首校三年 但主供首校六年 这个主供也很认真是一个很尊书得很重要的一个学生 也都很聪明的一个学生 主供看见孔子好像很担心 我说善冤回这趟去齐国 有任务的行动 但为何老师这么担心呢 我那个主供就走开来下席 他就离开了他的座位 他的席位呢 就很恭敬地问他老师 问一下孔子 小主这样问 回东之体 夫主有休息 何也 他说 我啊 他主供自己称小主 在老师面前 我想问一下老师 他说我见了颜媒 准备东去齐国 老师你好像很担心 是什么是真呢 何也 为什么呢 孔子善哉耳闻 孔子就回答他 你问得好啊 这个善哉呢 就跟下面那个善知不同 这个善哉要问 你问得好 孔子善哉 孔子就介绍一个 上代春秋时代的 志明大夫的管仲的说话 他说职人啊 孔子 即是职尊清的管仲 他曾经说过一句说话 邮甚善知啊 他说我邮孔子自称 名字自重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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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孔子自重利 他叫孔子自重利 他说我很欣赏他这个善哉 邮甚善知 我非常欣赏这句说话 和上面的善哉耳闻 就说单独是好 你问得好 这个善哉耳闻 有些少少不同的 好了 孔子继续讲了 继续讲一下 本子讲的是什么 他说的 那个说话是 储小者不可以怀大 储小者不可以怀大 耿炼者不可以吸参 他说一个袋是有一个容积的 大个袋小个袋 装的东西都是不同的 他一个装备有多大 就是有多大 这个袋有多大 只是装这个袋这么大的东西 他说储小者不可以怀大 你这个袋的容量小的 你不可以肯放很大的东西进去 超过这个袋的容积 你放不下它 孔子介绍 孔子讲这句名字 这样 储大这个袋 就是那时候吸井水 吸井水用一条线 在井上绑着 就绑着水桶 倒入井里面 把水吊上来 但是你这条线短 这个梗 那条线短 你就吸不到 如果井是深的话 深井的水你吸不到 他说限制了你 你怎么吸不到深井的水 小的袋也装不了大的东西 这个是管仲以前说的 就是因为说到容人之道 容人才有所不同 处理事物有所不同的方法 孔子也借这件东西 我很欣赏 这句说话说得很对的 他说西的袋不能装大型的东西 短的水不能吸深井水 这个背景就代表了很多东西 就是说你没有这样的分量 做不到这样的事情 你没有这样的理解力 你吸收不到这样的东西 吸收不到这样的知识 所以学校都要有程度之分 有等級之分 一路一路循序前进 前序前进 才有这样的情况 加上你的确是有这样的能来 才能做到那件事 所以此小不能容大 久点不能吸深 这个是管仲说的 这个管仲是春秋时代 一个非常出色的人 他帮助齐桓公 这个一康片下 九合之后的一个人 他当然很出名 这个管仲就 跟那个宝小牙的交情 在我们市场都很出色的 所谓有名的人物 在贫穷的时候 把某紹一下交情 Празowsjaw 让她 让菲除牙都 让她都不认竟 后来他的ụaptop 被齐桓公発are encouragement 想召把某aeda用到建立 敦泓公 让他们让承拆 到保护阳公 但是呢 齐桓公也很有 was 让他 很有动量 虽然她本公 今天更远 会跟着以前的对手 公子狗 准备射杀自己 但是今明 sock 曹桑華推薦他一樣用他做成相 結果他幫齊輪功成就霸業 成為春秋時代的五霸之首 搞合之後 所以相當出色的人物 這個管子 所以後世很多歌頌這些管子和曹桑華的交情 那些都很多人來介紹他 加上經常拿來表示感情的功夫 是一個朋友加朋友的 所以杜甫有兩句詩號出名的 憑膠肯 不斷煩爆憑時膠 處到今人氣如土 杜甫說我們現代大家都看得很閒的朋友的交情 你看看舊時 管仲和曹桑華的交情 真是好得很厲害 現在我們這些人都沒有這些歌 因為當時唐朝的道府寫過這些歌 反應都很大的 管仲和曹桑華的交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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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現代很多文學方面的人都有理容 我們先講一講 我們先講一講的貨文 孔子就覺得擔心 這個顏繪去齊國訪問的時候 孔子就跟紫告說 管仲和曹桑華的交情 管仲和曹桑華的交情 他去齊國 我擔心的原因 正如管仲說這兩句話 我首先介紹這兩句話 我很欣賞 因為這兩句話 表達了一件事 就是命有所食 而形有所適也 凡是一件物件 或者一件 就算有生命的東西也好 它已經成為一件已經定型的東西 或者它有了本質的東西存在的時候 它一定要有它適當的相應的 那種運用的那種功能功力才能 物件也好 活生生的東西也好 是一樣的 富北可以選一 你強勉強它 比一個小的國 你強勉強大的東西 這個就只能夠 連個袋都爛的 你弄不夠長 你就沒有辦法吸到 心者的水一樣 根本是達不到目的的 譬如這些 有一個定了形狀的東西 固定了格式的東西 我們不可以去勉強它 不可忽悔與齊猴然要不信 皇帝之道 孔子說我擔心 難回去到齊光 和齊國的大夫 那個諸侯王 讲旧次旧次 姚时代 孙时代 皇帝时代 那些道德的东西 管治民间的东西 怎样看策民情的东西 讲得很深入 再加上以瑞仁氏 神龙氏 那些远古的 那些开天辟地的人军 那些领导者 那些人德的思想 走去跟这个朱厚皇那里讲的话 比较内求于己而不得 这个齐国的朱厚皇 他一定反思又反思 想然又想 想来想去 在自己那里想不到 适应的东西 我到底有什么能力 可以跟先圣 继继这样的做法 怎样可以 这样可以利闻 这样可以爱闻 这样可以有一大家的东西 他没有办法想得通 因为以他现在的观点 和旧是姓王的观点 是很大的出入 那他现在观点 那他现在观点 珠厚皇想不通的时候 想不通的时候 想不通的时候 不通的时候 他就怀疑了 他说 不得想不到一个解决 解释的办法 解释我自己的始境 和古代的始境 不同的办法 解释不到的时候 自己达不到 这些好的道德行为 道德行政的标准的时候 他就很狐猾 很怀疑 他说 当他一个人怀疑 内囚于己而不可得 就向外囚 外囚的时候一定是 问很多人 问很多其他不同的意见 结果下来 你去和他 解释识的人 就不得不死了 因为他会怀疑 你是用一种不好的生长 来引导他 错误地去引导他 甚至他怀疑他自己 不及理那种类智 令他蒙羞 他都可以有权 杀死你 所以人或责死 孔子就担心 他达不到那种 出事齐国的目的 结果就招致 而被猪猴莫杀死 被猪猴莫杀死 下面跟着说 他对主供说 好似 且与独不分野 一个女字 跟她乳字 乳字 即是针兵水 一个女的乳字 以前古文 都是跟女字 带她乳字 即是你 你 他说 你主供 你有没有听过 有一个故事呢 他说 旧时 有一只大海鸟 紫之老郊 飞来老国的郊外 那个老国家 朱侯王 老侯 雅儿 雅儿 雅之于苗 这个预字 就读个雅 凝雅 那个雅 等于这个雅 撑着艇 这个不容易的 这个就是雅儿 迎接她 迎接她 将这只雅 她飞来了 以为她是神了 飞到来的时候 她就迎接她 她回来 擠她在太苗那里 当她是上宾 还不得意 就九朝以为我 九朝呢 是古代 迅代的一种乐曲 就是隆重的时候才用的 国乐这些 祭祀 祭祥天 那时候就这些音乐 就那些九朝的乐 来令她 做她的音乐 做她的音乐 做这个 欢迎她的音乐 巨太奴 以为善 刚才改正了善字 加回她到这边 她说 还准备一些太奴 她和珠牛羊三生 和珠牛羊三生 和珠牛羊三生 隆重的一种制品 她为了她的音乐 她的音乐 她使她 她的音乐 她的音乐 她使她 她使她做电视 迎接他 迎饮在太廟 当时的大鸟是黄鸡鸡 他叫黄鸟了 开始变成傻鸟了 猛成前乃乃 原是幽卑 看见的东西摆满在猪牛羊那里 又在那里奏弱气 吵架吵架 那料就原是幽卑 就是 眼花缘乱 直接 眼花了都不知道怎么好 很害怕 处央这个环境 在太廟那里 不敢吃一乱 这个读乱字 我们做这个是禁乱 就是不被人碰的 这些肉是我的 这个就是 以前社会的时候 我自己拿回来做 我自己占有的 就用这个 古文里面 用这个链着 以后惯用的就是禁乱 不敢吃一链 一块小片的肉 切开的肉 变成了链 不敢去吃一块肉 不敢喝一杯 你有酒饮在那里 更当然这只链就不会喝一杯 经过三天这只大链就死了 据说那只大链 另外一个纪录说有八尺高的 很大一只链 好像凤凰那类的链 说不是太后招呼 另外一个人招呼 另外一个说法 另外其他很多链本 都有很多背景的东西 介绍 不过我们招 我们课问来解释 三天之后 这些链就死了 又不饮又不吃又怕 想不死也难 只要几样 养了也 第一个养住 读个养住 所以几样 我们就叫做圈声读 就是平上去游 就将一个字 由平声 怎样是上声 或者去声 作为动辞用 这个养量 第一个养量就是 用自己 吃的东西 来养料 用自己的 饮食 习惯的东西 来养那只链 只要几样养料也 就用自己的 食的习惯 来养 以链养料也 不是用链的习惯 食的东西来养他 这个是说食的方面 他说 富以链养料者 他就解释一下 继续讲讲孔子 他说 如果以链上的食法 来养他的话 要怎样呢 以棲之森林 游之大鹤 逢之江湖 治之秋天 这个就是 连续表达 他那个 那个养长的方法 如果你要真正 令到他养得好的话呢 你应该 将那些酱子 在深山老林 放他凄饰 还要带他在那些 水中的沙丘 来游戏 令到他在湖窄 来浮游 那些小的鱼蝦 那些秋条呢 秋呢就是一种鱼仔 条都是那类的东西 就是虾翁鱼仔那类的 反而他自由自在 锻得到的东西 这个就是养鸟之道 虾翁鱼仔那类的 虾翁鱼仔那类的 还有一样 字之秋天 字之秋天 这个就是识字 就是识字 不是识 要为他 用那些 做责 而漆之修 岩游之谈落 浮游江湖 虾翁之秋天 那 随汉烈而止 跟着的雀鸟 顏飞都好像 顏鹤 一行一行 你跟着我跟着你 叫做顏鹤 随着那些行列 来到 飞 来到停 随着那些行列 来到 来到 活动 威夷而止 威夷呢 这个就是 很拼停 这个可以说是这样 这两个字的狂通 威夷就是 我们写一写一个蛇字 这个读个二字 威夷呢 就是 松荣不逼的状态 我我裸裸的状态 或者是 懒洋洋的状态 都可以有时都用这个字的 只要就是 这里是威夷不逼 就是要在很自由自在的环境里面 跟着那些雀鸟 飞就在一个停止下来的时候 就是会塌塌塌塌的活动的环境里面 来到生活 这样 就是两鸟之道 这样才是两鸟之道 彼为人而言之户闻 是以乎萧萧为虎 他说他的仗已经派人嘈杂 户闻征户听闻 他的仗已经听见人嘈杂 他都已经怕闻了 你还找些乐曲走去从他华为奏乐 是以乎萧萧萧萧萧是很吵吵的声音 他的人声音都更怕了 你还不做些杂音令到他不高兴呢 他说行持九朝之乐 行持九朝都是古代的乐曲 信耀的时代已经有的古乐曲 就是隆重的场合来演奏 他说你拿这些 所谓古代出名的乐曲 将这些动静之乐 将它摆设在那里 对着大伙伦来演奏的话 在空抗的地方演奏的话 动静之乐 鸟闻之而鸡 那些鸟仔 那些鸟鸟闻听闻它 走都走不前了 立刻飞起了 收鸟闻之而走 那些动物听见这些声音 立刻也都是周围奔走 四处奔走 鸟闻之而下入 那些鸟听到它的话 都会向下 转入水底里面 但是相反是人出云之 这个人出 这个出着的 众人人门的意思 在这里 就是说 但是人群 听到它的话 相语还而观之 人听到有音乐听 哇 走到那里 哇那里有音乐听 走回头走去听 如主水而生 人主水而死 他说因为为什么呢 大家性质不同 他们听见 嘈杂的音乐的声音 他们走 人听到音乐会聚在一起 就因为 等于雨 向水可以生存 如果人长期向水 会浸死 会死亡 故必相与异 他因为这种情况 因为他身体的性质不同 生物的性质不同 他一定有所不同 他很故意 他一爱好的东西 与争护的东西 都各有不相同 大家的情质不一样 他都 Declaration 聽到音樂 九強之樂 行詞之樂 他聽到雜聲都不得了 吵枸櫻蔓咪又不得了 鳥上聽到 走過不透的 你站在那聽 他站在那 快點離開 大家是不同的 要求不一樣 庄子的見解而已 謝孔子的口說 所以先性不一其能 所以古代的仙人創造人类的仙人都好 不一其能他不會將你每一個人的能力 是完全一致的 是平等的 不同其次他也不會同樣的事 要同樣的人去做 或者任人都去做同樣的事 他不會這樣做 明指之實 疑似之識 明實一定要相符 你是這樣的名字 然後合乎這樣的實際 你要安排得適當的東西 然後定了一個格式格角 令他伺下去是相對的 如果用一個不對的東西 擠在某個人身上 某一件事身上 或者某件物件身上 一樣不可以適用 所以明與實而協於適 此之為調達而複持 這樣就叫做條理通達 而複得持久 就是一定要合乎 一定要合乎 名與實 亦都一定要跟本質 以及功能要配合 然後保持到你的條理通達 令到有利於生活 有利於事物的東西 能夠保持得長久 這些就是借孔子的口 來表達一件事的過程 但是有很多解釋莊子的說法 就原來他說 這種說法就是 類似評論儒家的另一種角度 即是說你現在一天到刻 要用先昂的人而道德 要用先昂的那種所謂人德的道理 你來管治這個社會 有很多東西是行不通的 即是說有很多東西放在環境不對的 因為你要適應於 合乎每一個環境自在的身份 合乎每一個環境的需求 然後你可以達成這個目標 所以要明與實而設於職 一定要合乎當現實 合乎現實的需求 合乎現實的身份 你才能達成這個目的 這個就是遮眼淵去齊光 孔子有休息這件事 用孔子的口說這個道理出來 其實這個整個設計都是莊子設計 都是莊子把自己的意念放進去 這種寫法就叫做重現 所謂預言重現之言 我剛才也有提過 即是說有很多用異議的方法 來表達 這裡用重現的方法來表達 並會用一種知言 就是隨手黏來的 隨手黏來的 這個往往就想到 就說了 即是等於下面大陸節的時候 這個就是用知言的方法 隨手黏來 將它擠進去 突然間有一段東西 很有趣的東西 擠進去 它就用這個方式 那麼 那麼 這個 關於這個 管子的說話 我剛才提過很多 也都 在學術界 也都很肯運用 這套石宗斯的管追篇 那麼它呢 就一九七二年 將它編成的 那麼管追篇呢 它就有很多 中國古代的文献的東西 它有研究的東西 用筆記的方式 摸下了 那麼 也都有很多 在西方文化的書籍裡面 有些值得研究的東西 它又摸下了 有用中文摸下的 有用英文摸下的 用外文摸下的東西 那麼它其中呢 就 就出版這套 它這篇文很短的 但是 寫得比較深的 寫得對現在一般人來說 它說 貿官索記至少則多 學而未能勞之已至 須要簡其教義理董者 追止管規 先程一輯 簡吳稅月 尚六更陽 由於西方典籍 處小有壞 僅短 事給 他用 處小有壞 僅短 事給 這句話 就是利用這兩個字 就是管治的笑話 他說 我 自謙 我是一個小的報台 等於一個小報台一樣 我容納很小的東西 但是我都 連連碎碎 我都 有些東西 擠了下去 我 那個 等 這條線呢 雖然短 但是呢 我都 要做勉強 吸過多少東西上來 這樣 那麼 就此小有壞 等 那這句話呢 就 都 沒有意思 跟著呢 可善平博 考驚 原以西文竹草 逆書寫定 遼東外 那他說呢 有很多呢 在英文書籍那裏 拿了些材料呢 將他累積 但是呢 他想繼續在那裏研究考據 但是時間不許可了 那我呢 就將他 寫了一個草稿出來 當他是外編 就擠了到這裏 管吹編裏 裏面 就當是駐腳 那樣的 那 那麼 那些事 請益於州軍政府 找購絕快大明 絕快大明 實歸不負虛往 梁橫家衛 並自簡短 但是這個這麼簡單的 這麼短的一個嘴文呢 他就已經表達了很多東西 就是說呢 他在中國學術的書籍裏面 找了些東西出來 但是可惜我的袋子有限 容量很大 我的繩子很短 我的知識不是很廣 但是我只是把這小量的東西 編落成一個篇幅 來作為一個小小的總結 以前的年紀也一直大 時不可以 這個七二年 前宗書也是很有名的學者 到現在已經過世了 他一直在大陸都有 經過幾代他都有一些分量的 學術界有一些分量 那他這些就是這樣 就是有時重的東西 還有一樣呢 下面有一段講裂子 講裂子的 大陸的裂子行程這裏 那裏 時鐘書就將裂子 在第二卷裏面 將裂子那個 將站住的裂子 有些人編出來 將那些錯誤 有一部分錯誤質疑的東西都有 有提及 我等人跟大家講裂子的時候 講這段的時候 解釋一下 將來聽到有朋友 都想講裂子的東西 因為我誤質疑的 因為我誤質疑的 我一定要提 就不是說特地去講這個題目的 加上莊子 有一篇叫裂爾購 裂爾購就是裂子的人 那裂爾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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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裂爾購 不是要裂爾購 開始一句裂爾購 裂爾購 那裂爾購 那裂爾購 有裂爾購 所以這題目是裂爾購 其實有關於裂爾購的事 就有很多篇 都有講的 跟裂爾購的事 譬如這篇他們已經有講烈紙的文章 其他有很多不同的編章 也有關這條預購的 不過不準備講得太複雜了 現在點點休息 繼續講下面那兩段